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下 抢手际线之上的电子股包含了 联发科 还有见顶 原相 智义 新阳科 严华 瑞玉 新聚科 光宝科 群光 仁宝根 联强 好了 像这些一直都抢手在际线之上 虽然大盘在大跌的时候 他们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震荡拉回 但是他们总是能够整理个两三天 再次往上强攻 目前电子股的人气似乎又回来了 他们也持续的在向上转强 怎么做后市操作的掌握呢 其实今天电子 我们看到有一些是比较弱势的跌升反弹 有一些是比较强势 就像刚刚明儿讲 电子已经回到这个船面的重心 我们常讲如果这个盘式要反弹 哪个族群会成为要 我们知道过去台股在跌的时候 传产 营建 资产这也是主教 那如果假设要开始止跌反弹的话 当然会回流到营建 回流到这个电子股 为什么 因为电子股跌的实在太深了 很多股票都跌翻了 所以当然会提供一个利益 但我再讲一次 这个是反弹 事实上我们昨天看到这一根 昨天台股 已经拉了一个长长的这个下影线 这个看起来很开心 不过很多纳税也在淌血 因为我们 我们用了 我们黑手用了很大的力量去互盘 然后把盘式 像今天台股也超强的 台股现在涨了七十几点 你看对照亚洲其他国家 这个 这个非常 我们黑手的实力非常金人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选择的话 你要去选择抢反弹 有两种 那我们先看看 林乐跟我们提到这个 比较强势的股票 比如说什么股票 你像6143的政要 你可以看 这种行情 居然电子股不是很多都跌翻跌升了吗 怎么还会有一档股票 在创了一个近几个月来 近两三个月来的新高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我们常常教大家 你要判断这两股票 到底他是多方趋势还是空方趋势 你可以先看这个均线啊 你可以发现 政要其实过去 两个礼拜台股在跌的时候 台股已经把所有短期均线都跌破了 政要居然还守住5日10日 20日跟60日也就寄均线 全部都守住了 大家会发现 所以他将来是一个标准的多方趋势 他这个现行 跟我们之前看到 今天看到那个传产类股很像 是一个标准多方 那你看看筹码部分 大家现在这个时候都赶着 前两个礼拜都赶着要撤出电子 可是你会发现千张大物此股 对这个政要反而是在怎样 做加码的动作 代表这个大户其实是很看好 这个政要未来的 他为什么能够在这种 大家在避开电子国再去大买 当然就提供他一个相对资的 那再看最下面 外资也在做买超 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说如果你现阶段 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强反弹的时机 还是请你等到大盘呢 封闭了这个缺口跟十字均线 突破十字均线 那OTC过去一段呢 长期惯性压力都是十字均线 你能把十字均线突破 那我觉得你再做一个比较 积极的抢反弹 会比较安全一点 不然呢 目前都是跌升反弹 一个RS背离所出现的反弹 你的手脚要很快 那如果你真的想进场去抢反弹的话 找这种千张大物在增持 或是外资在加码的 像这种类似 就你去找了 因为政要已经涨上来 你可以找类似这种的 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政要 你说如果我现在持有政要的 或是因为政要今天开始爆量出来 我持有政要的 我该怎么去看呢 我们看下一张图 其实你看到三月份的时候 有爆连续两根大量 那我们说这个大量 就是有人在进货 我们常常讲大量或进货 或吃货看哪一个 就看大量的低点 有没有被跌破 如果大量低点被跌破 我们就称这个叫做出货 而不是进货 你可以发现在三月底 这个大量 三月时候 三月中旬这个大量 你把这个指涉先延伸过来 这政要不管怎么震荡 都没有跌破 都守得很漂亮 顶多跌破一天 马上就站回来 代表这个量的低点是有在支撑 那这个我们就不会称为是出货 就代表说这根也是有效实质进货量 那他短线形成一个三角收链突破 我们常讲技术分析的好用在于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集体共识 就是当市场上 所有人都会看技术分析的时候 他一个关键突破 就吸引到很多技术面的买盘 像这个政要 为什么这两天会转强 就是他突破一个蓝色线 我画出来这个三角收链 那一突破之后 当然量就进来了 这很多软体都会叫 都会告诉你说他突破 就再进来买 大涨我们就看今天的低点 我刚才讲了嘛 如果今天低点被跌破 那这根的大量就变成是一个换手 这个出货量哦 那就要小心 就不是一个换手 是一个出货量 那如果今天这个大量的低点 可以被守住的话 那就有机会在震荡 就像我们前几天提到贯德 大量低点可以守住 都还有机会在冲高 所以一样大量就这样观察了 那再解释另外一档股票 另外一档股票是这个3227的原项 那这个图是我昨天在这个 这个金钱报 5期金钱报 我们金钱报现在移到晚上7点 打个广告 大家要记得7点7点 对对对 那个原项我是在昨天 金钱报提到 所以这个图是昨天的图 我们常讲有些人说 这个技术分析都是马后炮 所以我就特别拿我昨天 讲的这个图 来给大家做印证 就这不是马后炮 你看这个原项筹码部分 我刚才说你现在是不知道找一些 外资或投信在买方的 千张大货在买方的 你可以发现 明德你看这个投信 他大买 1000多张大买那一天是买在什么时候 几乎是买在靠近山顶的 所以就目前来说 你说投信在昨天以前 他有没有赚到钱 其实没有啊 他一买就面临到这中美贸易 大概他就套牢了 可是你看投信有没有松动 没有啊 投信如果发现他买错 他会卖出来 目前就原相来看 投信是卡住 他也没有卖超 没有什么卖 反正小幅在买 那外资就是之前有卖了一点 所以他开始维持横盘 这两天开始有点做买超动作 所以就丑把面来说 至少之前任养的这个投信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看千张大买 我刚才提到 你看下面千张大买 什么叫千张大买 就千张 持股1000张以上 米勒持股原相一张要13万 对不对 如果持股13万有1000张 你觉得这是大户 绝对是大户 你看大户 大户在上礼拜稍微掉一点点 一咪咪 可是在整体 大概就维持在相当高的水位 所以代表说 他筹码面是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回到技术面 我刚才说这昨天的图 技术面的部分 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个大量 那个红色 我用紫色圈出来大量 他是不是最近 这是最近期的一个大量 刚好你把它画一个紫色的线 刚好就是近期大量的低点 因为发现近期 不管怎么震荡都锁住掉紫色线 所以就提供 这种叫做什么 再怎么样大盘都跌成那么凶 他还不跌 今天当然就自动就反弹 大概4个percent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基督分析 那未来怎么去观察 我给大家看 如果今天反弹上来 刚好碰到前面这个长黑 也就是前面高点132这个地方 未来如果能够突破 当然就一波涨幅可以期待 但如果不能突破 其实有时候你要操作要注意 当然是回撤大量低点 去做一个买进的 你当然不会说 今天大涨了4-5个percent上来之后 你又要再来追 追在区间的高点 我觉得这样的操作就比较 所以大家要思考 你要去找这种回撤到 大量低点的支撑的股票 我觉得会是比较漂亮 那长线的波段最大量 2万多帐量 是在这个蓝色区这个地方 未来假设 如果美股还继续往下破底 万一他有个动荡 跌回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波段的支撑区 那目前短线的支撑算首座 所以今天做个强勾 明显就看这个前高能不能过去 那是未来他一个重要的观察重点 好所以刚老王帮大家 做了一些操作面的一个解析跟建议 那今天老王有讲到了 电子股的上涨有两种 一种是这一波 它是维持在一个均线之上 做一个比较强势的震荡整理 另外一种就是波段有拉回 有下跌 在今天出现了跌升反弹的走势 今天指标当然是245 这个联发科 联发科你也不能说它跌得很深 可是它这一波至少是从波段高点314块 往下修正到昨天的波段低点275块的位置了 那今天是跳空网上留下了一个跳空的缺口 但是是收复了月线也收复了季线 怎么观察反弹之后的操作呢 现在导播如果可以的话 先给我上联发科的线图 联发科今天就是一个跳空的出现嘛 对不对 那其实它前几天是 直接像明儿讲它跌不多 但是它有收到一些稍微冲击还是有小跌破底 那在今天的一个反弹这个跳空出现 我们就把这个缺口当做一个扭转的讯号 短线只要不跌破这个缺口了 大概未来都还要去往上反弹的空间 所以这个缺口是今天最重要的重点 可是你可以发现了在什么时候 在这个我们把线图如果移到前面 在5月13号 这边有个长黑可以大家看到 这个长黑的高点 就会形成短线一个高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今天已经反弹了 我常常讲你反弹 你要嘛就是它跌的时候回这之间去买 你不要他接反弹上 哇 常虹你又看得很开心要去买 其实要买就等回挡 震荡首度这个缺口去做布局 要嘛 你就等它突破5月13号 这个长黑的高点 你再做一个考量再布局 我觉得这样的操作 会是比较安全一点 那至少就短线来说 它这个反弹缺口出现 短线就是一个反弹的格局 然后 那我们可以看几档这个几档股票 那我刚才像明乐刚才提到 这个就是一种跌升的架构 他等下你找出来的线型 就会跟刚才看到原相啊 跟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政要 线型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觉得你接下来要讲这些 我现在要讲这些股票 你就要比较小心一点了 因为强势的股票有筹码在支撑 这种弱势股票 跌升就是怎样 最大的利多 比如说我们看见顶 见顶就好 见顶其实他 欠图好像就跌跌跌跌 一路跌了 跌跌不修 然后今天开始拉出一根藏口 你可以发现筹码面出现什么变化 过去这一路在跌的时候 投信只一路站在卖方 可是你会发现 外资在过去几天 哎呦 有没有开始翻红 有开始回来买了 其实外资已经开始在做 逢低减码的 逢低发现 逢低加码摊平的动作 所以像这种股票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抢中 你就手很痒吗 你就是抄底王吗 你就是想要去抄底吗 那你就是要抄底的话 你就要记得哦 这个你要去找这种 外资最近开始没有在卖了 有在转买的股票 那像昨天投信一回来买 市场上会看投信的买卖超 今天就开始大涨了 所以你要去找找这种外资 至少你要找这种外资 有回来买 他在提供一个跌升反弹的一个架构 那你回来看下一个 我们看下一张图 我们看近期的短线结构看 我们把所有的均线都叫出来 我刚才讲均线 这最简单的判断法 你把五日十日二十日全部叫出来 你可以发现 过去这一路的跌市 永远都占不了这三条均线 如果股价可以站上纠结的均线 代表它是翻多 跌破代表它是翻空 那你可以发现 昨天的见底是不是一根红K 站上所有三条均线 那当然就提供了一个短线 一个反弹器 所以观众你知道 怎么去找强反弹的股票吗 如果你的强反跌很深 可是外资或投信 最近有回来转卖 同时他技术线型 站上所有的均线 就这三条均线的话 那我觉得你再去强反弹 我觉得是比较OK的 那我们刚才一直提到 大量低点重要性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根见顶在前一波重挫来根长黑的时候 有出现一个大量的长黑 大量的低点 这个低点你把它连线 怎么又那么刚好 都没有跌破 怎么震荡就守住个低点 所以如果你要找跌升的股票 就找这一种 有守住近期大量低点 有站上所有短期均线 那我认为它就有机会来一个反弹 当然我们想小反弹 为什么你看反弹上来 见顶前面一波 4月份到5月份有个整理套牢区 这个高点连线过来 这条紫色线 今天刚好打到 所以你要在压力区做追告动作 我觉得你要想一想 不妨等拉回再考虑要不要做进场 或是明天来一个跳空 直接突破这个压力区 我觉得都会比较安全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档股票 是这个GIS KY 我这几天 这两天GIS跟这个TPK涨得很凶 那我觉得这也伤过很多人心 为什么你可以说 我下面有这个RSI 因为大家知道老王最爱用RSI RSI你可以发现 它其实在5月上旬的时候 这个绿色部分 我们说什么叫做顿化 就是RSI跌破20超过3天就叫顿化 你可以发现这个GIS KY 从5月初就顿化几天 顿化十几天 那顿化你要怎么避免 顿化就是没有办法突破5日均线 这我常讲顿化到爆炸 就是一路往下破 你可以发现 GIS就从5月份一路跌跌跌跌跌 在怎么样反弹都突破不了5日均线 就一路破底 所以各位观众 你一定要判断这个RSI 那RSI不一样 它如果什么叫做背离 你可以发现最近 我用红色圈圈起来 那个GIS是不是破底 破底的时候你可以发现 明天发现那个RSI指标 是不是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 没有发现 没有没有跌破前面的低点 这个就叫RSI的低档背离 各位观众 如果你自己很好学的话 你可以不妨去参考一下 昨天的大盘指数 昨天大盘也是破底哦 可是RSI是没有背离的 昨天的OTC贵买指数也是破底 可是RSI同样没有破底 这个都形成低档背离 所以你也可以去找这种 低档背离的股票 RSI的低档背离 它就可以出现一波反弹 像GIS最近不弹起来吗 那你还有一个发现的重点 GIS下面外资的买超 是不是跟刚才见顶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外资好像没在卖了 上个礼拜开始 外资就回来转买了 小买小买 对所以像这种结构 它不可能大买 因为它就小买小买 代表开始卖压 开始减缓 所以你正要找反弹 就要找我刚才提到这几个重点 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短线我怎么来看这个GIS呢 居住分析今天跳空 突然一个缺口 那今天刚好打到这个月均线压力 所以短线 你是不是今天要追高 你可能要再想一下 因为发现这种跌升股票 随便反弹一下就碰到压力了 都是这样 那今天刚好有个缺口 所以你有持有的人 就以这个缺口当做 你一个强反弹的挺一点 如果跌破 就会重新回来整理 而且今天出一个大量 这个今天缺口是不能封闭 那如果可以守住的话 未来震荡震荡 等到这个月均线开始走平 就有机会挑战前面波段最大量 超过一万多张 这个蓝色大量区的这个空放缺口 这个地方会是一个波段 非常大的重压 我认为这个地方要一次过很难了 所以如果有反弹到这个地方机会的话 你还是要注意要先在慢方 然后给大家做个参考 再一个点火董 加冰 请不吝点赞 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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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现在来 KO